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带你走进全世界 我是蔡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带你深入捧析打开视野 大家想我吗 我很想大家 我跟大家报告 这回去美国有些观察 等一下有机会跟大家做分享 但是我要先预告一下 下个礼拜家里有些事 还是必须要再请假一次 不过我保证 年底之前都不会再请代班了 所以请大家包含继续支持鼓励我们的节目 来我们看这个周末 英国邮轮被伊朗查扣 美国宣称 他们打下了伊朗的无人战机 波斯湾不管开不开战 国际油价已经飙涨 另外中美贸易战看似缓和 但依旧是暗潮汹涌 而另外一方面 日本跟韩国的薪酬旧恨 最近是一次爆发 双方贸易管制 牵动包括了苹果台积电 还有鸿海的产业供应链 会不会引爆全球的电子产业危机呢 来我们介绍今天邀请到的三位来宾 包括了国际情商家赖岳谦教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民进党立委郭正亮 以及时事评论员李建南 大家好 我们就先来看 在几个礼拜之前 英国的海军 他们宣称在支布罗坡 查扣了一艘伊朗的船 这回是英国的邮轮 这个周末最新消息 已经证实遭到伊朗查扣 先请到三位来宾帮我们举个牌 你认为这是一个完全的报复行为吗 Yes or no 因为伊朗说 这是一个对方违反的海事法 但你们三位都认为 这根本就是针对性的报复 那我就先请教一下老大 英国他们已经派了两艘军舰去护游 美国也说要组一个国际的护航联盟 但伊朗他就是有办法 想扣船就扣主 这不是把英国跟美国 你之前派军队什么过来 全都给打脸了吗 根本无效 其实在中东那边的民族性 你不管说是阿拉伯这些国家也好 以色列也好 他们的一个传统 以牙还牙 他绝对是有一种报复性格 可兰钦就是以牙还牙 然后你这个英国派两艘军舰那里是民的 那你讲组护航联盟那是虚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我们讲好汉不都低头舌 对那个地方情势的时候到底还是伊朗 所以伊朗会那个 而且他们这两个冲突 我写个打博士形容 美伊冲突显交火 不是那个时候不是这样 那个川普说要打了吗 对 比如说会死一百多个人 那就不打了吗 所以川普喊打却退缩 那么双方叫嚣是口水多 进出邮轮才难过 真正难过这个邮轮 不管是这一方那一方 这个被扣后面都是麻烦很大 后面都是损失呢 不知道保险公司赔不赔 所以这个地方在僵持的时候 所以路过了邮轮很紧张 那当然油价就要涨 对老大提出一个重点 美国现在喊一个护航联盟 但是是虚的 因为看起来美国要带头 但要加入的盟友没几个 本来说埃及跟英国要加入 但现在看起来还没一个谱 但重点是伊朗跟美国 会不会真的擦枪走火 因为我们知道前段时间 美国说把伊朗的无人机给打下来 双方怎么互相做个回应呢 列个表给大家看一下 川普说伊朗的革命卫队的无人机 不断的恶意逼近我们的美国军舰 所以呢太靠近了 我们就把它给打爆了 这回你还记不记得 上回是伊朗打下美军的无人机 那川普就说 伊朗你不是故意的 可能是你们这个军方 可能有其他人员不小心的 那这一回川普说 我们把你们的无人机给打下来 伊朗说没有哦 我们军队一架飞机都没有少 如果真的打下来的话 可能是打到你自己的飞机了哦 这个感觉有点像是电影里面 好像在斗嘴的剧情啊 老师怎么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你相信谁 我相信伊朗可能没有被打下来 你相信伊朗没被打下来 因为伊朗 那美国打的是什么 真的是误打自己吗 要不就是打夜门的无人机 但是美国人打到自己的无人机的可能性 也应该是零 不可能 因为每一个无人机都有自己的嘛 对 所以对于这个识别器来说的话 对美军来讲 它的识别器来讲 它要辨别这是敌军或是有军或是我军 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所以它不可能误打到自己的飞机 这一点是不可能发生的 那我们在问的地方是在于说 那有没有可能打到伊朗的 那伊朗的外交部部长跟副部长说 没有打到 如果美国真的有打到的话 而且他们当时是说八九百公尺而已 那已经是非常近了 然后伊朗在今天也公布了另外一个视频 就他们无人机确实有飞到 这个美国的军舰上面 而且有时间地点喔 就时间地点而且很准确喔 而且有空拍图喔 就这样飞过去 也没有显示他被打 后来美国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 按照川普的说法是说 他是被打下来了 那如果八九百公尺的话 不可能是导弹 导弹的话没有把他打那么近 那一般来讲那就是那个机枪炮 那机关炮的话去打 可是如果要打的话一定会有画面 那如果美国他今天 按照他的作风 他怎么会不公布我机关枪打你的画面 对 他一定会公布 可以有碎片展示 对 也会有碎片展示 对啊 要不就有 你看人家上次伊朗打掉 美国的无人机就是 立刻展示给你看啊 残骸就摆在那里 好 这第一个没有残骸 没有碎片展示 好 现在CNN 那个有个新的说法啦 说不是被打掉的 是被这个电子干扰 所以不是被打掉 所以川普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川普可能都是不正确的一个说法 那就要问他们的军方 他们的军方到底给这个川普什么信息了 好 我们就来看 但伊朗的做法呢 现在步步禁逼啊 我们把7月18号的时间再往前推一点 欧盟怎么处理现在伊朗的一个局势 欧盟呢 对外的说法就是说 目前伊朗呢 整个核协议的状况 是属于一个不健康的状态 但依然 这个协议是存在的 呼吁伊朗赶快 重新回到 本来谈好的DL里面来遵守协议 但是 当中有一个角色是以色列 以色列啊 看起来是 真的美国不出手 他自己很想自己赶快出手啊 他们认为说现在欧盟的举动就像当时二战一样 错估了德国纳粹他们会接下来采取的步骤 等于是批评了欧盟对于整个伊朗像是比较姑息一样的做法 我想请教一下委员你怎么看 欧盟现在做法算是姑息吗 另外就是说 以色列 看起来美国不出手他自己很想 帮美国出手 伊朗会有这些动作事实上起源就是美国退出嘛 然后伊朗就觉得欧洲都不理他嘛 然后美国继续抵制他 所以他就说我不出招欧洲也不帮我 对 所以他才把那个3.67提高到4.5嘛 对不对 可是他也留有余地啦 就是说 我60天就提高到20% 所以就是希望这两个月 你欧洲就赶快开会吧 让这个和协议可以有一个新的落幕 可是没想到 在这过程当中就出现英国给人扣船的事情 就直不骆驼那个事情 那因为英国那个扣船 那个伊朗那个船要续力啊结果 现在又说要延15天 所以伊朗扣英国的船是针对这个事来的啦 就说你扣我的船 我也扣你的船啊 基本这个事实上跟和协议 没有关系 是完全是针对英国的 就说你要帮美国当这个马前卒啊 那我就试试看 那伊朗也不去扣美国的船啊 他也知道那个后果很严重 是啊 他就对付英国嘛 那英国也很无奈啦 因为 他在这个赫尔姆斯海峡那边 进出的船啊 恐怕是上百艘啊 是啊 那你只有两艘军舰护航你怎么护啊 那事实上要扣邮轮实在太容易了 那英国就要面子 王就说那是迷航 所以不小心 目前的说法 不小心开进去了 我想好奇 以色列会用一切方式来阻止核武落入伊朗手中 说实在中东啊 真的对以色列有敌意 而且够实力摧毁他的国家 只有伊朗 这个是实在话 所以那天那台仰湖不是站在F35的飞机前面 在那边说这个飞机可以飞到任何地方 那因为 他F35成军 也有过作战经验嘛 所以我觉得以色列是等不及了 就是他想开火啦 可是要找到比较好的借口 那我估计美国如果组那个军事联盟 那以色列跟阿拉伯应该都会参加 因为沙特阿拉伯跟他也不好 因为他是顺利派的 那联盟的时候 谁出手就比较难讲 就比较模糊了 你知道吧 因为双方会禁逼嘛 那禁逼总会有插枪走火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出手的我觉得很可能会是 其实波斯外的战争开不开打 从几个礼拜之前很多国际专家都说 增加的风险性 系数提高是不断在增加了 但美国真的打吗 几率其实没那么高 因为川普竞选连任之路已经开始了 他也评估过 如果美国在波斯班真的发动战争 对于他的连任之路基本上来讲 负分的几率是高于加分的 因为这泥沼不会一天两天就脱 让他脱身的 那我想要请教以色列这个角色进步就叫老大 美国默许他的代理人向以色列 去开打的几率 提高 有多少 当然美国自己不能打 但是他要教训伊朗的话 可能有小弟愿意出手 他当然乐观其成 那么还有美国要组织一个联盟的话 虽然这些国家都希望说能压制一下伊朗 可是 希望是一回事 你能出多少力量又是一回事 那以色列是一个能打敢打 而且他的这个可以讲说他这种尖端科技战争 几乎在这个世界上 可以说是1等1的 他会那个 那可是就是说 他目的 要压制压制伊朗他有这个目的 那方法是不是他来打代理战争 那他要评估后果 老大你认为在目前的情势 要找一个开火的借口 但是还要你要考一个还要一个情形 就7月13号 7月13号的时候 这个整个伊朗 这个大罗巴的伊朗 他宣布就是 对中国大陆发表很好的 就说这个美国英国这些国家 就在破坏一个中国政策 制造台湾香港的问题 然后完了没有多久 这个据说是中国大陆 是有几百亿的武器要卖给 要送给伊朗 然后还有 公布了那个图 卫星的那个照片 卫星照片把你这个步兵 这个东西就是助攻 就是有帮助 所以你今天美国找伊朗 当代理战争 那伊朗把 找以色列 当代理战争 那伊朗把幕后老大也找出来了 那这个情形可能复杂 可能复杂的话 伊朗应该是不敢有太大动作 端出来后面老大 就是前面也不一定会有太大动作的意思吗 就是我想 大家都会想一想嘛 因为 大陆公布那个图是很有学问的 你看到是哪些飞机 你那个 你那个F22怎么 那个引擎22战机怎么不见了 然后你35怎么不在 他还在给你推敲 你藏在哪里啊 老大调到这个图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请老婆可以帮我们直接看 我们的荧幕上面可以 去个全画面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这个是 中国大陆卫星所拍到的 卫星照片 那也立刻做了一个公布 美伊两方调动军队的现况 那么看到 本来是14架F15的战斗机 后来到了5月2号以后 调到什么这样的地方去了 还有B52的战略轰炸机 已经转场 那转场到什么地方去 这个是由中国大陆方面 拍到之后呢 流出来的 请教一下 赖教授 这个照片 来自于北京方面他们的卫星 对 这种照片要流出来的话 一定是军方流出来的 对 不会是一般什么 骇客就把它弄出来 不可能 所以要军方流出来的话 应该是有一些安排的 对 他像美国 还有像周边的国家 其实像全世界 他就传达了一个强大的讯息 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有能力 有能力拍到自己 有能力了 以前是没有能力 现在有能力 第二个呢 他传达了另外一个讯息 就是说 所谓的隐形飞机 其实不见得隐形 隐形是在雷达上的造势里面 因为它的结角 所以你能反射回来的很小 可是在于这样的一个 高清密度的这样的一个卫星 扫射的时候 它并不是用雷达的反射 它是用解析度高的一个方式 因此呢 你的所谓的F-35 或是所谓的F-22 你并不是真的隐形的 我实在还可以 我可以看到你的 我可以看到你的 而且呢 事实上我们也都知道 卫星有一种是同步卫星 有一种定位 它可以定在这个地方 定在地方 扫射的时候 其实它就告诉你美国 那么也告诉相关的国家 中国大陆有能力看得到 第二个呢 中国大陆可以提供给伊朗 相关的军事的需要 那这样的情形下 你美国 对于伊朗的问题 对于很多的问题 你是不是要寻找 跟中国大陆的合作 或是要有默契 或是要有协调 或是要有交涉 而且不要忘了 伊朗的背后 不是只有中国大陆 伊朗背后还有俄罗斯 俄罗斯的S-400 也打算赶快要运到 这个伊朗去了 而S-400 它本身的雷达的照射 目前来讲 以俄罗斯的说法 他们是可以侦查得出F-35 这个就是为什么 当俄罗斯要把F-35 已经运到了土耳其了以后 北约国家反应那么强烈 有两个因素 一个因素就是说 如果它要融于 爱国者飞弹的话 美国跟北约的爱国者飞弹的 机密将不再存在 第二个呢 就是目前据说S-400 它的截角面积跟反射 跟侦查的 还有电子战的能力 跟反电子战的能力 很有可能可以看得到 这个F-35 如果它可以看得到F-35的话 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 防空的能力的速度这么快 你F-35相当于有可能被击弱 只要有一架F-35被击弱 那还有谁要买F-35 美国就破功了 美国就破功了 所以老师的这个讲解 大家很清楚明了 解放军把这样的照片 空间卫星空拍 公布 公主于世 两个最重要的目的 一 告诉全世界 我解放军是有 能力高解析度的拍到所有的照片 是的 有能力掌握美军的动态 而第二 如果我不公开给大家看 我就专门把这样的军情情资 我可以给我的盟友 伊朗 那这就是他提伊朗的一个做法了 这两个这种重点 因为这个照片 是5月 是今年5月跟去年11月 那美国那个RCE-35S 事实上是最近才飞去的 所以他没有拍到 那那个高空侦察机 确实伊朗打不到 因为他飞得很高嘛 那可以拍到伊朗的一些部署 那这个是新发展 可是美国要怎么用还不知道 但请教一下委员因为 川普在那个会当中 第一次承认 他并不去寻求要把伊朗的政权给推翻 那 大家会马上联想到 这个等于是打波顿一点 没错啊 而且大家会联想到川普对外政策 尤其碰到阿爸伊朗 碰到这些比较羞狠的人的时候 做法都是 先把情势 绷到紧绷 然后再告诉大家 其实我没有真的打理 我开始跟你谈 马上联想到是北韩吗 因为之前 我无敌舰队开到朝鲜半岛咯 然后口吓金正恩 然后最后就是 我要跟你谈的意思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 金正恩跟伊朗的哈米尼 毕竟不是同样的人嘛 宗教背景跟信仰也不一样 我以为你来看 金正恩后来是 配合川普的演出 两个都有互相彼此的需求 是谈了 那哈米尼 会跟金正恩一样 跟川普谈吗 我要看美国要让到什么程度 就是减除这个抵制到什么程度 因为伊朗的经济比较有抵 说实在话 北韩是因为经济问题 他自己撑不下去 除非中国大陆要全力帮助他 伊朗事实上到现在已经 被美国封锁40年了 人家还活得好好的 对啊 所以 他筹码真的比较多了 然后 你可以看到 很多人可能从比如说中美贸易战 还有川普去对北韩 还有对伊朗 那就是你强硬到底 可能反而可以得到更多 我觉得伊朗一定会学到这个东西啦 所以 他可能想说 搞不好我有核弹 更好谈 所以他才会急着说我两个月要搞到20%嘛 所以如果川普还心里头认为说 对付伊朗可以就像对付北韩一样 金正恩 可以像是他们一样做个对等的话 川普就大错特错了 那我再请教一下老大 波斯班危机 美国又跳起来要当头 希望能够主要护航联盟 刚刚我们调到 大家兴趣缺缺 跟他之前得罪那么多欧盟的盟友 有关联性吗 还是说美国发生什么样的危机 因为为什么现在不能够 一登高 就登高百诺呢 其实美国整个国防战略 在2010开始 他叫全公益介入 所有的公海 顶空都要进入 然后后面有个叫机动联合 因为他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部队 他就在这里 这里一个联合 好比他到南海 他在南海又希望日本这些国家 能跟他一个一个一个联合 这边又跟他一联合 但是这种联合 这种联合就是 我刚讲就是一个虚的 大家都觉得对 需要 需要 这边讲是需要压制伊朗 在南海是需要压制中国 他有这个有这个感觉 但是问题就是说 那谁愿意那个呢 以前的虚 还表面上给你做个样子 对对对对 现在虚还真虚啊 就是美国出来喊话没人呼应了 因为他觉得说你美国能够 你美国能撑多久 尤其 尤其讲一时代话就是说 你这个 你川普给人家一个感觉是不可靠嘛 这是重点 不靠谱嘛 因为川普就是川普就赶人家 你今天讲的那个 你今天讲的那个翻脸嘛 所以人家 那人家何必去给你 那个呢 打中工呢 是没有必要 其实川普慢慢在他当家这三年之后呢 被不管是 其他的盟友的国家 或者是打贸易战被北京当局也好 看穿他接下来一步一步怎么是越摸越透彻 全世界他自己国家人也不相信他 那这样的前提之下的话 我们等下回来就聊了 他现在还在说 中美贸易战他要加关税 那现在 再讲这个话 北京 信你听了以后 还会像一年 之前 会那么紧张吗 我们回来到这一点 六月底的G20 看起来川普两人是一片和谐啊 认为贸易战的应该就这样子慢慢慢慢的 就会缓和下来 但其实 依旧是有些波涛 我们看到在这两天 双方有些话 川普说 我曾经讲过习近平是我好朋友 但现在也不能够太亲近啊 因为他是为了中国 我是为了美国 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那如果说 接下来还是有卡关问题 谈不拢的话呢 我们依旧是对于另外 三千两百五十亿美元的中国产品 会有加征关税的机会 那这个是最近川普讲的话 当然 北京方面的也有回应 说你继续这样讲的话 对于我们继续谈 这个协议 只是更多的一个障碍 请到老大 川习会 双方看起来 是要恢复 要谈的 但现在川普又说要加关税 但川普说要加关税 你看 一而再再而三的嘛 人家 这个古时候讲说 一鼓作气 二 再而衰 三而结嘛 那再喊下去的话 是不是气就慢慢没了 首先就我们讲 就是说今天不管是这个 中美贸易冲突以后 还是美国制裁华为 其实我给我们感觉 刚刚喘口气嘛 那刚刚喘口气 现在美国又 又打歪主意了嘛 那打歪主意 第一个这个美国是 这个川普呢 就是说这个 就是这个 习近平又不是好朋友了 又故意要加关税了 那美国的国会呢 又说你华为呢 要立法令 要制裁华为 其实我觉得 他必须要搞清楚 今天讲到说 以这个华为来讲 而且这个打又失了 华为刚刚喘口气 美国又想歪主意 其实华为心有底 决胜关键在实力 华为在2002年的时候 本来他是想卖掉 因为他想说 我们做 让我们戴着美国牛仔帽 我们做 就不要挂自己招牌 但是美国那个人不买嘛 不买后来他们再弄的时候 因为他公司很特殊 他们就决定就说 好了不卖了 自己做 他们就已经准备后面会发生的事情 他的心里有底 都已经准备好了 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他人家磨剑10年了 他磨剑16年了 所以你现在来讲说他 不在乎吗 那么讲是中国大陆 我也可以把这个大事改一改来 中美刚刚喘口气 美国又想歪主意 其实大陆心有底 要谈要打不怕你 老大你可以一手势立刻变两手 他就讲说要谈就谈 要打就打嘛 他的人民币就很公开那个 所以你最后是那个 很简单 其实美国从过去这七八个月看到美国企业对于美国政府的一个游说或施压 就是摆明的华为现在因为有实力美国企业也需要 第一个他们就是美国是想吃天头 因为在谈判前美国真的是买东西 他真的是有 有监进来嘛 但是他没有怕吃苦头 因为后来发现华为不是我们想 你说以前讲的伊拉克有什么武器啊 后来发现 是假的 说华为很厉害了越看越厉害 人家到北京 到北京照的照片 人家打所有的手机 这个就华为照得出来 你其他都没有说他那个科技已经很强了嘛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是有一种感觉 但是你立法是很难讲的嘛 今天 今天东京奥运可不可以立个规定 除了日本别人不能拿第一名 不行吗 对不对 你美国怎么可以立个法 别人不能跟你竞争呢 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美国国会立法的问题 等一下我们来做一个讨论 把这些细节列出来 不过 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 过去这半年多不断在讨论 中美贸易战当中的华为的角色 其实 我们列出来三大卡关问题 绕了半天 其实没有解决 都是一模一样 我再重复一次 现在谈判还是卡在那三点 就是智慧产产权 结构改革跟补贴 这三步 华府是都不让步的 那北京方面就是现在要看 你美国对于这个华为的供应商的特许 执照特许许可证发下来 真的发下来的话 我才会去加购美国的农产品 那我要先看 华府有些动作跟反应 那华府就是那三个我不让 中国大陆方面就是 你先给特许 你不给我也不买 所以僵还是僵者 但是 所有问题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 有一个是变的 什么变 就是外在环境变 外在环境就是川普的竞选连任制 越来越接近 越来越接近 他需要有成绩带的情况之下 请教 委员 那 连接到这个选举的方面的话 那突破点会是什么 因为之前 这些卡关问题都没有变 唯一变的就是外在嘛 外在不管是川普的民调 或者是竞选 连任 那外在环境变的情况之下 push原来没有变的点当中 会有哪些可以有突破的 我觉得非常困难 因为如果我们都看到了 然后 北京的政治局会没看到 对不对 因为通常美国大概明年2月 就逐渐进入总统大选期了 所以川普没有办法忍受美股崩盘 我讲白了 那因为最近比如说农业产品 购买大量减少 美国农场已经很多在收了 然后还有零售店在收 听说上万家 那川普针对32500亿加税 他开了两次听证 95%都反对 所以这个你说中国会被看到 当然会看到 所以 我们最近就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 听说最近这个贸易谈判 他把商务部长中山给纳进来了 那中山 用这个川普那边的话说 这个叫强硬派中的强硬派 我这里找到一个中山最近在他那部 集体学习讲的话 你听听看你就知道多麻烦 他说 他说美方对我挑起劲慢摩擦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我们要发扬 斗争精神 第一次把斗争精神纳入 商务部的官方立场 所以你怎么去预期 我认为因为 对中国来讲你刚刚讲那三点对不对 是还有一个额外加的叫华为嘛 那中国就针对额外加的部分他就加了一个我就不买你的农产品 我想 我想这个东西演进下去 委员你会认为是川普华府先 发更多的许可证给华为的供应商 然后让北京方面增加一些采购 然后慢慢去走下去 我觉得北京不是要许可证啦 他要你取消啦 比如说你对华为的指控啊什么国安指控啊等等 甚至包括孟晚舟的引渡啦 你要全部恢复原状 直接跳过说你要发 许可证 根本就不应该有这个许可证的问题 许可证是短期的啊 应该有这个关卡 那等于是还是耗着啊 所以 川普也很急嘛 他就发现 你不是G20说要买我大豆吗 而且那时候传出要买54万顿 好像订单还没来啊 川普现在发现 要比耐心 恐怕 有人比他更有耐心 我们认为人家不用选举啊 我觉得川普会越来越明了 他目前所知的一个状况 我把刚刚老大提到这个 美国国会目前要做的事情给大家看一下 有6个跨党派的参议员跟4个两党众议员 拟了一个草案 就是要捍卫 美国5G未来的法案 就是希望能够保护美国自己的5G产业 那怎么做呢 希望用法律呢 来为华为出口禁制令来制定一个立法 禁止在没有国会行动参与的情况之下 要把华为从商务部的实体行单当中撤除 如果行政当局向美国企业颁发 跟华为做生意的豁免许可 国会将有机会把它给废掉 也就是说 之前川普方面用的是很多行政命令 但现在国会希望是透过把 所有相关规定 经过立法的程序 就必须变成一个法律的条文 这样的话是高于 这个总统的行政命令 那我请教授 这样的层面影响会有多大 这个影响很大 所以美国科技界已经第一时间跳出来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5G的专利项里面 华为在全世界排名第一 那你今天你一旦限制以后 你美国的科技界就全死了 也就是美国科技界基本上没办法再发展5G了 为什么 因为 他买不到专利的话他要自己研发 可是他研发要多少时间 所以他等于是完完全全落后 所以美国国会这样立法本来表面上说的 好像是要保护美国自己的5G产业 但其实是对于产业来讲伤害更大 现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搞一个 闭关自首的一个政策 因为科技界这个有啊 这个就是自取灭亡 因为这不一定会过 对了 但是这是一个自取灭亡的 你可以知道美国的参议员的水平有多高 就是说你会很惊讶的就是 原来美国的知识分子 美国民选出来的这些参议员或是众议员 他们的水平原来是高到这么的高 你无法理解的 原来他们的水平是这么的高 那他反映出美国的民众的教育水平 或是知识水平原来是这么的高 原因很简单 因为目前来讲大家都知道 你这个国家或是你这个公司有这个专利 你这个有这个专利 我们是买来买去 我买你你买我 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减少我全部都 研发的成本 研发的成本 买授权 对不对买授权 那我可以集中我的力量在我的强项 你集中你的力量在你的强项 但是我今天如果要把闭关自首 其实他们美国人就在走清乾隆的路 那一旦闭关自首以后 美国没有路可走 坦白说一定会死 华为现在已经拿到全世界50份订单了 50个国家的订单 这50个国家订单里面有28股的国家 在欧洲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华为已经成功的在全世界已经铺出去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他的一亿台的手机 就是从开始打华为以来 他反而促销 因为全世界都知道 华为好棒棒 华为的手机很棒 所以他的一亿台已经比以前提早到 老师我跟你请教一下 如果现在川普 他之前冲这么快 回头看现在国会这些议员 冲得比他更猛烈 川普心里面是在想什么 他觉得这个 这个捅了一个马蜂窝 他不知道该怎么收 至少他自己带头惹的 他自己带头惹的 可是他现在想收 所以他今天又发布了 刚刚我来之前的时候 那个川普也讲话 他说哎呀 我们的两边的商工部长 都对话了 啊 结果非常好 所以看起来 这个北京之行 应该往上就要成型了 当时北京之行是 华府的讲得很明白喔 没有满足他的期望 他是不会去北京 北京也讲得很明白 就是你没有按照 我已经把底线列出来的 就是全部取消所有的限制 华为的限制 全部刚刚正亮说的 华为的限制全部取消等等 没有对等 没有全部撤销关税 没有的话那你也不用 你要来谈 或是不要谈我随便你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哎 结果川普又宣布 他们要起行了 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 这就是上面人做到一个程度说 发现下面人做得比我还绝 他就知道会稍微搜索一下 这个我补充一下 我们赖教授比较老实啦 他们就是在玩政治 因为他就说 我是莱特希泽是黑脸 就你派了中山 也是黑脸 我就搞个参议院更黑 就是在搞政治啦 反而川普也变白了 当然是对照川普是白脸 当然是啊 刘鹤也是白脸啊 可是就说 北京因为他的底线是满清楚的 满清楚 就你华为如果没有恢复原状 就不用谈了 就不用谈 所以美中贸易战 我觉得相信 大家看我们节目一年多 这轮廓是越来越清楚更明显的 那我们来看这贸易战的部分 有另外一部分 要跟大家 更这个必须好好来说明一下的是 日本跟韩国 距离台湾更近 牵扯道的产业链 跟台湾也更有直接关系 因为很多都是牵扯道 电子跟半导体产业的 我们来看二次大战的时候呢 日本强征韩国工人的诉讼 这历史的仇恨本来就有纠结 但现在因为法院的诉讼 演变成日本要对于韩国 所出口的半导体的原料 进行管制 好 这一管制的话呢 就会让这个 韩国很多半导体跟手机 相关的产业链 受到很大的一些影响 那日韩打的是民族情绪战 还是贸易战 我想请教一下老大 因为你是日本专家 现在反日反韩的声浪 在他们自己国内已经不断地高涨了吧 那个的确 但是这个情形就是说 首先是双方认知不同的 日本的他的感觉就是说 他跟韩国当初这个 这个订阅 好像那个赔偿是已经解决了嘛 那韩国的感觉就是说 国家的解决 私人都没有解决 你当初加上这些私人的事情要解决 那么这个韩国的法院 又把人家在日本这些公司工厂 就给人家判败诉 而且还要执行 还要扣押 那你这样对这些 尤其人到韩国就做大企业 那你对这些大企业也会伤到日本嘛 那当然你还在包括那个什么 慰安妇同向的问题 这些累积下来 那绝对是这样 所以日本他在全世界 你不要看到 他是很厉害的一个 所有的各些国家都是做组装 只有日本是核心 那个是日本的东西 好 所以日本要修理谁 这个是大家都不要掉以轻心的 所以他就是要修理 那修理到韩国 那韩国这个时候很简单 就我无能解决的时候 会影响到我的政治声望的时候 我最高是什么 完民税嘛 就是我自己内政无能 我就塑造一个被欺负 我在反抗的形象嘛 一样嘛 蔡英文内政无能 就塑造被中国大部欺负嘛 不要乱累 不是 这是正好 所以老大你说最近文在寅的讲话 他也是也就是一个做造出一个 因为他提高到民族情绪的时候 这个时候最起码可以促进 还有危机感的时候 会促进内部的一个团结嘛 那另外一个文在寅就是说 日本对文在寅的态度 也是有一点猜疑性比较多 就像日本对马英九的感觉一样 日本对马英九的感觉 总是认为他是比较 跟日本不友善嘛 不如这女人讨厌安倍 对文在寅 他们两个都互相讨厌 他们两个都是 他们两个都互相讨厌 所以这个情形就是说 你说他到底是一个 政治性的民主情绪战争 还是要考虑经济性的这个 那这个就是说可能 相互牵扯都有 可能都有 包括政治人物 他们要拉自己的声望也在 但是对政治人物来讲 经济你要自己解决嘛 贸易可以团体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解决嘛 所以对他可能会比较好用 但无法解决的时候就把问题 推到是对方给我的压迫 对我被弃了 对 但现在这压迫 如果一出现 真的日本的 包括了半导体电子产业的 相关的原料 限制不去韩国的话 那我要问了 请教一下委员 因为像苹果台积电 鸿海供应链都受到影响 韩国记忆体如果断货的话 会不会进一步引爆 全球电子产业的一个危机 你讲的是三个月以后 三个月 因为他有存货嘛 不过就是说因为日本抵制 但是韩国像光阻记啦 还有氢佛酸啦 还有那个API 他占比都非常高啦 那韩国一下要补那么多货 真的做不到 据说大概影响到七成 然后三星现在就拼命找货嘛 那 因为三星跟日本关系很好 所以日本就把他海外的一些 制造的通通都给他这样 可是听说也只能够填10% 你就知道多严重 所以现在好像中国跟俄罗斯 要伸出援手啦 可是就说那个氢佛酸是纯度的问题啦 那当然还不知道说中国跟俄国的纯度如何 不过就说这个真的是掐到韩国的脖子啦 这有点像中兴被 被美国掐到一样 就是你就太依赖人家那个核心技术嘛 而且这个给中国一个教训啦 就说原来不只是晶片问题啦 周边的化学原料也这么重要 所以这个我看中韩大概这次都得到很大的教训 最近川普又说话 他说他之前讲说这日本韩国的问题 你们自己解决 我跟你讲嘛 现在他讲说你没有问题的话 我还在可以找我 永涵兄我跟你讲 那为什么改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韩国的 最高法院 做这个判決真的争议很大 因为1965年啊 日本针对征用工的部分 他一次性的赔偿5亿美元给韩国 结果韩国政府没有给劳工 你知道吗 他把人家拿去做产业发展基金啊 都分给大企业 所以这些劳工心中有怨嘛 所以就有些工团啊 就不断的在上诉啦 在告那些大企业 所以这次又做出判决 所以日本就觉得说 我不是已经给你过了吗 那你怎么又来搞我呢 那我怎么知道没完没了 那以后怎么办 所以这次真的起源是在这里啦 那你说韩国政府有没有责任 同样他对劳工也有亏欠 但是 民族的情绪的操弄是最明价 又够快 最快嘛 所以现在最倒霉就乐天嘛 因为乐天的老板是韩国在日本 然后他到韩国发展 变成韩国第五大企业 那他现在就不卖日货啊 所以刚刚委员提到说 如果真的会有全球电子产业的一个危机 的话三个月之后 就看这一个半月之内 会不会有一些比较 我觉得是考到日本参议院选举啦 他7月21号投票 嗯 那之后应该进 就今天 选举投完之后 会可能有些发展 有点可能啦 应该不会 致命讲应该胜了 请到老师 有人说这一次日韩 如果真的越演越烈的话 大陆方面反而是比较受益的 在这产业链的补足上面 我觉得对于大陆跟台湾会受益的 但是我个人是认为 在这个时候台湾跟大陆 我都不应该对三星伸出援手 我个人的 因为三星 韩国的企业当初是怎么修理台湾的企业 怎么出卖台湾人 他们当时把台湾的一些龙头 找去这个在台湾的旅馆 那么去会谈 然后说我们可以共同商丁价钱 就是面板 面板 结果他就跑去美国 去说我要当污点证人 指控台湾 结果造成台湾的这个业界多大的伤害 这些老板到美国去了以后 那么就回不来了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倒认为中国大陆也好 或是台湾也好 应该要借这个机会 因为三星一倒 或是三星一下来 其实不管是日本 台湾 中国大陆都有机会上来 因为三星太庞大了 它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怪兽 那日本也是因为三星的关系 使日本的半导体的发展 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那我是认为说 今天日本确实是打到要害 那三星他现在到处在找 这些原料的时候 台湾是不应该帮助他 大陆也不应该帮助他 因为我们都是竞争对手 那如果三星能垮 那台日中三方都有力 所以我个人倒是觉得说 在这个时候 台湾跟大陆应该要把手插在旁边 我们大概要说果然就是教授 不只是在商言商 更要有历史的记忆跟民族的起伍 不過我要补充一下 韩国当然欺负台湾 他倒不敢欺负中国 因为我跟你讲 本来的结构是 美国跟中国是在联合半导体产业对抗韩国 可是现在川普变成这样 所以中国变成我觉得有一点 那个联盟不见了 因为美国本来跟中国是合作的 他现在变成不是了 不过这个 这个要填补到最后 不 我知道可是没有办法 还有关于到包括了 中国它的技术面 跟它的含金量 对不对 我们回来继续聊其他的话题 包括了川普真的惹了不少麻烦 但是他惹麻烦 是不是有目的性的出发去惹麻烦的呢 回来我们聊 他最近有关于种族歧视的言论 马上回来 有个话题值得关注 就是川普带头 现在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盛行 但是在朝鲜半岛这一部分 这样的一个环境背景情况之下 习近平下令 现在中国企业要敞占北韩市场 请教一下老师 你觉得这个用意是什么 我觉得那个 这一次我们要观察 因为朝鲜就是北韩 他们本身已经把新军政治 把它拿掉了 那么换新的战略 这个新的战略也就是说 主导现在北韩的一个政策 就是经济发展 这个部分里面 习近平是表示赞同 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就是说一旦表示赞同以后 那态度就开始转变了 政策也开始转变 也就是说开始帮助 协助这个金正恩 朝鲜 他们本身在经济发展 那协助经济发展的心理下 又跟联合国的安理会 的这个经济制裁里面 怎么去寻求一个平衡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联合国的安理会的 经济制裁还没有解除之前 那能够做的就尽量都做 但是你美国片面 或是日本片面加的经济制裁 那是单边的经济制裁 那不是联合国的共同的权益 那就不予理会 所以美国加的经济制裁 日本加的经济制裁 中国大陆是不会理美国 也不会理日本的 但是中国大陆到目前还是守住 有关于联合国安理会的经济制裁 那当然这个也要最终也要看 从经济这些层面下走 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战略用意 就是将北韩对于北京的依赖度 再不断地提升 我倒觉得 这个可能是地缘政治的一个部分 但是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 北韩跟东北的振兴是有非常 联动性 也就是说 东北它本身发展重工业的时候 或是发展大面积的 这些农作物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或是木头 木材 它如果要出去的话 再过去 因为它没有办法从朝鲜出口 它只能够必须要 长途跋涉地运回 这个渤海这个地方才能出口 这个运输是非常庞大的负担 但是如果能够从朝鲜那边的口 也就是说 朝鲜连接中国大陆的口岸 那个海港如果能够建构起来的话 那从那个地方发展出来 对于中国大陆的东北的振兴就有机会 所以我觉得东北的振兴跟朝鲜的发展 是紧密地扣在一起 所以除了政治之外 在整个经济的大战略上面 也有其他的优越必要性就是 是的 好 我们来看 这个说到北韩的市场 上个月在G20之后 突然一个没有预期到的 就是川金三会登场了 但是每隔多久 8月份又传出 美韩要再一次的军演 我请教一下委员 金正恩在河内 当时所有媒体都解读 他是被川普给耍了 现在看起来 三次见面之后 会不会又被耍的感觉 你才跟我见完面 马上8月份又要跟南韩军演 我觉得这些国家都有这种例行 就是在谈判前都要展现硬的一面 比如说 照理讲美中贸易谈判 也即将展开 最近美国不是又公布说 你中国卖东西给伊朗 对不对 他也是给你揭发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美国习惯的谈判模式 就我一手软一手硬 那我跟南韩还是维持这样的关系 不过我觉得这个进展也不会那么快 我倒是对前面那个问题 我有蛮多想法 请愿文其详 事实上中国跟本来 还没有这个朝鲜危机之前 本来就跟南北韩谈好要 有一个屠门江流域开发计划 那中国本来就是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分子 那中国在开发北韩的经济 是上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角色 就是在美国还没有取消联合国制裁之前 那中国是唯一可以提供融资的 这个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提供 因为人民币它作为贸易货币 本身够强 不管是台面上或地下融资 那南韩也没办法这样做 而且美国没有放行南韩也不敢动 所以中国又是全方位的产业都有 那以他的经验一定是先帮 北韩发展民生工业嘛 然后帮他的一些 比较优质的矿产 让他能够外销嘛 那赖教授刚刚讲的也对啦 就说因为中国真的 东北经济是他急着要解决的部分 那美国如果起来了 那东北也可以被联动 所以我觉得 习近平这个想法是很聪明的啦 他就抢在你美国 可能即将谈成又还没谈成 那金融被抵制嘛 那方方面面都被抵制的时候 我是唯一的选择啊 那这个现在就是中国的特殊机会 对于自己北深北京的这个金融业来讲 也是有注意的 全面的 我认为是全面性 那我给你提到一下 因为这次你看北韩的外交部 他的说法是 如果美国要依照计划进行军演的话 就会影响到北韩跟美国 重启核武谈判的进程 所以说你应该要考虑 是否要恢复 已经停止的核子试验 他们的考虑 这个措辞用字 跟过往我们认识的 北韩外交部 那个强烈的字眼啊 是差了很多的 所以就会衍生出一个 所谓的阴谋论 因为川普才见了金正恩 不久之后就出现 要八月份军演 所以有一个说法是 会不会两人上次第三次见面的时候 已经谈好了 那金正恩你就射飞弹吧 你就照过往这样子 跟我关系紧绷一点吧 因为关系紧绷的话 对我川普连任也有帮助 你觉得这种 所谓外界传出来的阴谋论有可能吗 我们先谈因 通常是先谈因在谈果 但我们现在倒过来讲 先加果的话 就是说北韩发出这个来讲 绝对对川普是比较有用的 因为在竞选连任 就是说一个恐怖不安 对联任者是有好处的 对他是有帮助的 那至于原因 是不是两个人在一起谈呢 我觉得他们的格局 不可能在一起谈 那这可能就是慕有默契 心有灵稀一点通 这个会心的就给你来这一项 那我也不相信说 美国跟南韩八月这个 这个要有的这个联合军事演习 是早就准备好的 就我不相信说北韩会不知道 对不对 但是北韩会这个事 也得有点反应 所以也就要这个适合 适合的时候 会感觉他还是一个麻烦者 那么这个时候感觉 川普还可以 好像在北韩应付了 最起码是第一个踏过 踏过这个北韩领土的 这个美国总统嘛 所以这个 这是一个在政治花样上面来讲 所以大家来看 这个新闻解读事件的时候 就知道他们背后的一些思维了 我们来看 说到川普的连任 而且刚好呢 我刚刚一开场就提到 有刚刚刚前段时间 跟环宇全世界稍微请了假 就是去美国 那而且呢 除了去小英总统去的纽约之外呢 我还去到华府哦 有没有更厉害一点 好 我来看一下 有没有演讲 去到华府 有 我自己讲 给路人听 哈哈哈 来 但我拍了几张照片 这个是在华府的国会山庄前面 我拍到了 这是我自己拍的 刚好就碰到了 那个川普的竞选花车 他那个Ben Wagon 然后就看到他的 2020的竞选标志 我除了看这个 他的竞选车子之外呢 我特别留意到 支持川普的是什么样的人 我就看到他的团队 我不知道是他的顾问团队 或者是他自己的装脚 或者是他的粉丝 帮他做这些事情 但重点是你看到 我拍了一张照片 第二张 不是要看我的脸 我是要让你看一下 开车的人 从头到尾 就这样这样看 从头到尾 就在国会山庄 一路沿着这个 他那个长方形的那个 square 然后就一直这样开到 那个林肯 纪念中心那边 那路上就 两只脚就是放在窗户外面 然后 旁边有人跟他围观啊什么的 他就 不改 完全不为所动 就这样开车 所以他的 不管是粉丝啊 或团队好 大概 就是这样子 你们自己解读 我不做评论 那我要问的是 川普 川普 有人说他 所有的言论 现在开始都是为了 竞选连任制度 包括他一些 不管是情绪的 或者是歧视的 都是要精准的 做些切割跟抓 他本来的选民 所以最近他的推特开呛 说民主党的四位女议员 你不喜欢美国的话 你这么有意见的话呢 你们自己来自于 什么样的一个烂国家 你如果不喜欢美国 你就回到你自己的 原生国家去 这个马上 当然在美国的舆论呢 就大致地讨论了 在国际间 看到英国的梅伊 就是说 他不敢相信会有人 讲这样的话 德国的梅克尔就说 这个根本就是 对于要美国再次偉达 是毫无帮助的 基本上在国际间 不会有好评 但川普他自己 讲完这个话之后呢 他民调也没掉 反而上升 我就一个一个来做请教 先提到老师好了 你觉得他的民调 我们直接给大家看一下 好不好 下一张 这种族歧视会不会成为吹票机 他的民调的数字 给大家报告一下 他讲了这个 叫美国的议员 滚回自己的国家之后呢 他自己在共和党里面的 共和党人的支持 不降 反升5% 来到72% 那整体的支持度 我说的是整体的 也没降 也维持在41%左右 所以老师你来看 为什么 明明就是歧视的言论 CNN还特别做了一个 十几分钟的 專题报道 把他过去 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时候 讲过歧视的话 全部简介起来 串在一块 即便川普自己说 我没有种族歧视 但所有的串起来之后呢 你自己感受 他就是有歧视 你认为 讲歧视的言论 讲歧视女生的言论 讲歧视其他种族的言论 沙文主义什么都好 都是负面的 但他民调就深 这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 他精准地抓住 美国现在的 这种 我们讲的 就是草民的 草民的一个基本的心态 很简单 所以你就说 美国草民的水准就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那这里面包括 也有很多知识分子在里面 因为美国现在你看到 他在共和党的支持度 超过雷根总统 也超过老不息 所以他是这几十年来 在共和党内部里面 支持度最高的 超过历届 共和党也更激进化 共和党内部里面 那也就是说共和党 为什么会更激进化 就是说因为M型的社会 越来越大 所以他这个中产阶级在流失 那也就是说 那个非中产阶级 无产阶级 人数在急速地扩大 穷的白人越来越多 所以而且这个白人 在美国的社会占70% 占70% 所以川普很明显的 他一切割 70%是白人 而底下的这么多穷人 他都支持我 所以他的种族歧视的言论 他很敢做 因为越做底下人支持我 越强烈 所以他的拟据率就越强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他也很明显的发现 华人 美国的华人支持他 美国华人很有趣 美国华人听到他种族歧视 可是他认为不是讲我 好 这个是我要讲我的美国经验 对 这个是很特殊的 亚洲的美国人 就Asian American 最支持共和党的就是华人 对 所以这个很特殊 所以他一算一算 百分之三十的有色人种里面 那么 这些有钱的华人 因为华人通常生活比较好 英国也调查出来了 英国的华人的生活水平比 一般的白人都高 高 在美国也是 所以这些 高于美国人的华人 他们本身 对共和党的支持度 是比较高的 所以他又拉过去了 老师 你这观察很有趣 也蛮妙的 我们观众很多 是来自于北美地区的 华人朋友 如果你 你听到我们今天结论当中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板上面 看一下你的一些想法 你刚刚提到一个重点就是 即便川普有这样的一些 歧视性的言论 但是支持共和党的华人 又会说 这不是在讲我们 他讲的是别的族群 因为第一个 华人奉公守法 大部分 第二个都是很杰出 很有成就 那他们对于那些 其他有时候人种在美国 例如说搞坏治安的 然后不读书的 然后破坏社会秩序 然后成为社会的负担的 他们其实也是不以为然的 我们也缴那么多税 然后去养他们这样 对 他们也是不以为然的 他们就是说 你既然融入美国的社会 你就应该要彻底融入嘛 你就应该对美国社会要有认同 要对美国社会要有贡献嘛 那你如果没有贡献 你老是用你的种族歧视 或是等等 他们觉得他们也不是完全 认同那些有色人种 在美国这个社会的表现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趣的 老师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 美国现在的社会是一个M型化 而且下面的底层是不断的扩大 有越来越多的白人 越来越多失忆的 本来的重产阶级 你现在变没钱了 又白人 然后就非常能够去呼应到 川普他的说法 把这些所有他人生当中的不如意 所谓的中年 不管是失业也好 或者是生活过得不好也好 都归罪于川普口中的那一些移民 对不对 但我要分享一下 我这一次去美国的一个经验 很妙 我这一次是在华府之后 我去了一趟波士顿 我在波士顿的 Quinsey Market附近 那是观光客很多的地方 就在中午 光电话了之下 有一个白人 比我应该还年长个十来岁左右 在超商的门口拿了一瓶啤酒 他就喝 然后我看他已经喝得差不多 就在门口 看到我 就我跟我们我家人 路过那地方的时候 他不知道我们是 是不是听得懂 他讲的英文 他就开始 就开始碎碎念 就说 Go back to Vietnam China whatever your country 就是讲那些脏话 叫我们滚回去 所有的内容 就跟川普叫那些国会议员 滚回他自己的国家 是一模一样的用字 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突然一把火 我就突然就怒了 怒了之后 以前我在美国念书 跟那些美国同学 学的美国的国骂 也没有白学 我就当场心想 这个地方是观光区 旁边也有警察 我也不怕你 然后对方年纪也比我大 我也不是那个很大支的 我就马上开口就回骂他 你骂我 很多美国白人是看着亚洲人 是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好欺负 我一开始骂他之后 出现很妙的一个画面 我骂他 他骂我 我骂他骂他骂我 但他也不敢过来 真的要跟我冲突 但我也不当然会去挑事 我们就是 一边骂一边走 一边走一边走一边 越骂越走越远 就变成这样一个状况 可是那时候 当然骂完之后 我就被我老婆骂 他就说 你怎么可以把自己 隔掉变成这个样子 你在孩子面前 怎么样做表率之类的 但我要提一个重点 老大 川普这些言论 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吗 还是看到他第一次 竞选白宫的时候 已经把社会分裂了 在竞选连任的路上 再用这么样的歧视的言语 只会让美国的社会 更加分裂 因为很多模仿 或者是本来 比较隐性的 都变成显性了 他的模仿效应 不断在扩散 你怎么观察这现象 首先在很多国家 都会有一个现象 就应然是一回事 实然又是一回事 应该是一回事 实际又一回事 所以对美国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先 有一个答案 美国宪法一回事 什么人权 什么价值 那一回事 实际情况是另一回事 川普言论有其事 越骂越是被制止 就他对着那个胃口 他被骂被那个 所以川普他嘴巴喊的伟大 但你只是一分心 怎么伟大搞不清楚 所以他的伟大就是夸大 那你说分裂有没有分裂 但是他的分裂 另外一方面是团结 可能这老白人更团结 他看起来是让你这个分裂 甚至像赖教授讲的 这个老的白人 那跟这些精英的华人 还是团结在一起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有时候这是一个社会上 但是可以弄的一点就是说 很多个人讲衣食足之礼遇 国家也是要增富裕以后 才能谈到一些价值 谈到一些那些 今天老白人忘了 理念忘了那个 也就是因为他越来越穷 不过我这边补充一下 我老觉得在美国成功的华人 他们也瞧不起那些 那些失忆的那些 没有教养 没有知识的那些白人 他们真的很瞧不起他们 而且他们更讨厌 那些的种族歧视的那些 美国的失忆的白人 他不是以颜色分类 他是以能力程度分类 对 因为华人比较理性 柏妍 你的留美经验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美国骨子里 这些支持川普的人 到底是想的东西是 我觉得川普是故意的啦 因为这四个民主党的议员 刚好也都是激进派 那他知道佩洛西一定会来护他们嘛 那果然民主党就通过一个决议 那川普就顺手说 你看民主党就是通通都是激进派 他有点故意啦 我绝对相信他是故意的 故意的然后 然后因为他在2016年选举发现这招有效啊 就是他比如说废城 我那个宾州啦 宾州是蓝领白人工人为主的国家 是 结果上次希拉蕊输掉了 就是因为这个有效啊 老跟有效继续玩 老跟有效嘛 就是仇视外来人啊 仇视回教啊 所以有一个人 我这个是比较小图了啊 就是 人家把那个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把那个great改成hat make American hat again 要重新 但是就 就选举的一个手法 跟委员请教一下 你要做到移民 梅兰尼就是移民 对 可是人家是欧洲移民 不一样 高贵地方 川普也是移民 可是如果是选 这个选举如果是在台湾的话 台湾的步骤啊 会是 敌对阵营就开始挖 梅兰尼过去 所有的历史 所有的黑历史 不管是移民的过程 家里面财产的状况 甚至所有的前男友们 全部都会挖出来 但美国 除了川普他使用的手法 无下限之外 好像他的对手 没有这么做 不 因为希拉蕊是女性 所以可能不方便打梅兰尼吧 梅兰尼是他老爸是 前兰斯拉夫的共产党员 而且听说是在酒店上班的 那川普后来 因为他有夫人办公室嘛 就帮他写了一个履历 那那个履历有很多是造假 你认为如果打选战到最后 不 台湾一定被揭发了啦 对 我说明 对啊 但是所以美国 他们对于这部分爬分的事情 还有是有些限度吗 这个因为希拉蕊有去打川普 我说下一次呢 接下来呢 台湾啦 2020 我说美国2020 美国2020 他的对手如果是拜登 那川普肯定打拜登的小孩 在中国做生意啦 这个一定打的啦 一定打的 事实上我现在 对拜登还真的有点担心 因为他个性有点弱 那面对那个那么强势的川普 那么会搞政治的川普 如果是拜登跟他选 虽然现在民调是领先啦 可是真的这样折腾下来 不一定会赢 因为他个性有点老实啦 叫我们赖教授这样 等一下我们就来聊这个选战的 选战的参选的个性好了 回来我们来看台湾这两位 马上回来 2020台湾的大选 现在蓝绿方面的人选都已经确定了 那关键决胜点会是什么 我们看到上礼拜很多的评论员都说 当然还要打的就是最主要的经济议题 但经济会是真的让选民去投票下去呢 抑制最后一刻的最主要的关键吗 因为有人说 因为这个蔡英文搞经济搞了三点多 能耐如何大家看到 那韩国瑜能够搞经济吗 大家也都是有很多很多的质疑 或许有人觉得说另外一个关键 会是中华民国 那因为包括了国旗或中华民国的一个国号 在很多韩国瑜的场合当中 是过去来营当中没有被凸显出来 就是凸显之后 看到它团结的一个氛围 所以决胜的关键会是经济 还是中华民国 还是有其他 请教三位来宾 你怎么看2022大选的关键 胜出的关键点是什么 老师说读vs不读 因为有人说 韩国瑜并不是在谈统 读 因为很多人知他人并不是要统的 并不是要统的 来 委员是中国因素 老大是大陆 好 这两位应该中国因素跟他都是一样的意思 我这个复杂一点 那我们从先复杂的开始讲 我以为你说 因为中国因素就包括中美贸易战嘛 那中美贸易战如果是激烈化啦 那台湾要选边可能就更困难 那比如说 因为大家本来预期 国民党可以改善两岸经济嘛 那如果美中贸易战恶化 国民党怎么弄啊 那难度会提高啦 那第二当然就是 那个香港因素啦 比如说从反送中啊 然后香港的一些不断的上街抗议啦 那那个当然我们年轻人会看到啦 那另外就是我们台湾还准备要修订一些 有关国安网的相关法律啦 比如说中共代理兰法啊 那这个坦白讲争议很大 因为我昨天就看到 林非凡讲了几句话 然后我尊敬的禁要法师都跳出来了 说什么两岸宗教交流都是宗教统战 那 连宗教团体都有意见 所以我说你这个如果没有拿捏清楚 那外溢出去 恐怕伤害也很大 文明你身在民进党当中 民进党的委员 你自己本身也都认为说 这样的一个法案 在如果接下来这一年办法当中 要他真的去定一个草案出来的话 对于贵党是伤 会比较多吗 所以陆委会讲那三个原则我同意啊 可是要能够做到 就要严谨明确 就是到底是什么人是代理人 是危害国家安全的 你要定义清楚嘛 那要合法合线 然后要完善可行 那 这个当然要看你那个立法的技术 可是坦白讲外延的效应一定会有 就好比说宗教团体 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可能就真的有统战性质 可是我认为大部分都没有 那你是不是会不会租联到全部 那这个就很麻烦 那比如说代理招生啊 代理招商啊 有一些人要协助人家去做证照考试啊 那这个都有一定的代理嘛 那这些人都是危害国家安全嘛 所以要讲清楚啦 那个没有讲清楚一定会伤到 这是如果把它当作一个武器来使用的话 搞不好一个不小心就变成是 对手的武器了 因为我跟你讲喔 以前那些法都是针对什么公务员啊 将领啊 这个是针对所有的人民 所以这个影响很大啦 老大你说的是大陆 因为就是我是觉得说大陆他要了解台湾人民的感受 如果他这个 其实我听到台湾很多香港人讲得很清楚啦 台湾人喔 心目一好就去名字通牌了 心目一败就拼名字通牌了 那时候台湾人就在说你让我感觉 那大陆我不知道他怎么 以前我记得我们以前都感觉到大陆很懂得民心接地计 很会宣传的 但是现在不管在香港在的时候 我是感觉大陆 好像他们都很怕犯政治上的错误 结果只有政治上不犯错误 其他很多方法都犯了错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很小心的 美国是做贼喊做贼啊 他说中国大陆在干涉台湾选举 其实美国干涉台湾选举 比中国大陆恐怕更激烈 对不对 那所以中国大陆有时候这个 我就要有一些计较一点 对于他的反应啊 什么 因为一个反应错误可能会造成很多问题 你像那个周子瑜的事件 就上次是造成这个国民党 国民党这不该不该那个 就不该输了输了好几个 所以那这一次的话希望说 中国大陆呢 能够能够更那个 能够从香港这些事情上 能得到一点经验 我想起来了啦 因为从去年的九黑一旋战当中 你几乎这个比较大的场合 你都在现场做观察 对 那你也看到了 中央民国的国旗 对 在过去来营当中 这过去几次的大选当中 是没有被刻意凸显的 但是在韩国一堆场子就是刻意被凸显出来 而且很多时候不是主办单位 是民众自发性的 这个国旗的一个符号 你认为 他被凸显之后 乡政的意义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这个国旗就是说 这个国旗就表示 他有两个解读 第一个他拿这个国旗 给人家感觉就是说 他不是国民党 所以有些不是 他跟国民党不一样 他是一个国旗 所以大家可以一下凝聚了 但是有的时候就说 当你到最后你都拿到这个国旗 可能有时候给人家感觉到 他又变成一个省旗 所以不同场合不同 所以你在最 你不要韩国一那个模式 很多人认为韩国一选市党上了 所有的议员都占上便宜 都赢了 那个我们在一半讲 君臣庆会 就是你君跟臣 大家是一起会合的 可是你这次总统选举的时候 你会不会造成君臣庆会你要考虑 但是等于说因为你这外省系统的 你这个情形 你的气势 然后跟上这个本土派 因为觉得说民进党 这个民进党的灭香运动 民进党的这个同婚这些东西 对于这些本土派也是很反对 所以他们会凝聚在一起 可是今年会不会有这个情形 我想这是所有的 所有国民党要特别去研究 很多事过犹不及 来 刚刚老师写的字是 毒 vs 不毒嘛 对不对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外国媒体在凭韩国瑜 胜出国民党内初选的时候 下的一些标题 来 不管是纽约时报 金融时报或日本媒体 或是美联社 彭博等等 对于韩国瑜都用 清中 民粹 这样的字眼来形容 他的目前担任市长的背景 然后代表国民党的 党内初选胜出 其实清中跟民粹 这两个字在台湾的社会来讲 好像都没有那么的正面 对 那你认为说这样子 是比较有相对扣分 或者是危机的吗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就是说牵涉到 就是民进党来说的话 他要避免打经济的问题 因为这三年多以来 他的经济 成绩是非常的不亮眼 非常的不亮眼 所以对民进党来讲 他知道如果说 韩国瑜是猛打经济的话 会凸显他的执政上面的一个缺点 所以民进党一定会把 这个韩国瑜 把它定位在于清中 那我们也看到在这段时间内 他其实是猛打清中派 就是猛打韩国瑜是清中的 这些媒体也受影响 因为韩国瑜本身主张的是中华民国 而且一直多次讲中华民国 他主张的是九二共识 他主张的是 这个他反对一国两制等等 其实反对一国两制 你到底是反对一国 还是反对两制 我觉得这个要理清楚 但是重点是在于说 对民进党来讲 他的操作的手法 一定是要把韩国瑜定位 他就是清中 所以他就是跟红色有关 那对韩国瑜 怎么要去反制 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打法 因为民进党一定要避开经济 但是如果韩国瑜 一直讲经济的话 坦白说 经济又很难说得很清楚 那这样的情形下 该怎么打法 我的认为未来决生父就在于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你说我清中 我也不用去回应你 但是我打你的就是你要不要台独 你要不要台独 对 你要不要台独 你要赌还是不要赌 那你要把大家说清楚 如果你不要赌 你就跟大家大大方方的讲 我不要赌 那问题就在于 蔡英文你没办法讲出我不要赌 蔡英文说现在就台独了 没有 他讲现在台独其实没用 就是因为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你就要赌嘛 那你就要心不独立嘛 等于老师你的解的话就是看到时候 在开始 双方在交火的时候 如果你先去回应到对方 或者是要对方的那个思路里面 去做一些相对应的话 反而是自己的一个危机了 因为你被他带进去以后 不管是蔡英文或韩威都是如此 对你被他带进去亲中的时候 你一直解释我跟中国怎么样 我跟中国怎么样 你扯不清楚 所以你根本不要管 你就一直打他独 你就是独立 你就是台独嘛 你又总你就宣布台独 你要不就是不要讲台独 那对于民进党来讲 如果我去回应你我是台独 或是不是台独 那他也套进去啦 所以你说台湾的这是2020大选 都各讲各的话 就是你讲你的 我讲我的 你玩你的 我讲我的 这个我站在谈判的角度 有两个意义啦 一个就是说你不要进入 人家设定了不利的战场 对啦 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把对方设定的 你要做重新定义啦 是的 大概是这两个意思啦 不过我觉得韩国瑜 真正的大问题是在于 因为他会打我们经济嘛 可是没有人认为你可以搞好经济 因为你就是草包嘛 他的问题在这里 好草包 草包跟菜包 这是最近柯P对于这两个人的评价 我们来看柯P还是关键了 来柯P什么说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确定 是由蓝绿方面 是由蔡英文跟韩国瑜出来 要代表之后 目前两个人的民调支持度 这是友台座的一个民调 蔡英文44 韩国瑜48 韩国瑜领先4% 但服务率也不大 但有一个关键就是 没有决定跟柯文哲的因素 如果柯文哲确定到最后 他是要选的话 这影响就非常大 柯文哲27% 蔡英文28% 博仲之间 但相对的 韩国瑜 他是维持大约就是40%左右上下 所以有人说 柯文哲就是关键 柯文哲到底选不选 他到目前的说法还是说 要有机会赢他才选嘛 那他要看对手是谁 对手现在已经出来了 那他还是没有完全把话给说死 那你来看他到最后 会不会出来 有人说在8月底 9月初他才会做决定 你觉得最后的关键会是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 第一个他想选 但是他怕输 这他现在一个 好精辟喔 他确实想选也怕输 但是他怕输 那么 但是现在就是外面就说 不要忘了 韩国瑜 但是 就是这个民调 是很有意思的 不要以为说他那么高 40几 不要忘了 2015年 洪秀柱比他还多2% 而且那个时候在刚完的时候 洪秀柱这个民调是赢 我记得是好像6月份 他是赢蔡英文的 可是50天后 他变成百分之十几 蔡英文40几 输了将近30% 所以是也有很多人看说 在这个时候出来之后 后面50天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所以郭台铭也到国外去休息看 那么王英明他的情况就是说 不要像上次因为一下塌了 立委不知道怎么办了 所以他也要各地维持住 不要让国民党垮的时候 立委也垮掉 所以这未来这50天 会有什么样一个变化 我们不知道 那外面的谣言很多 就是说他的造门 韩国有些致命的因素会有 但是这真的还是虚张声势的 我们就要看这50天了 当然如果有 民进党拿到这个证据 民进党一定是等到 这个他去登记才揭发 登记以前不会揭发 可是登记发售 国民党怎么办 所以国民党也会有一些保留 所以这真正精彩 是这50天 而且台湾搞选举在年底 台湾搞选举有个迷信 7月鬼 7月鬼月 7月鬼月鬼开门 8月中秋月分明 就很多暗稿都是7月鬼月在搞 然后8月中秋以后 差不多就是9月15日 扶上台面 这时候就是 老大人言下之议就是 未来一个月会有很多鬼啊 搞鬼都在鬼月 很多台面下的运动 还有一个他 因为那种不可告人的事 大家要结盟的时候 不是站在台上 是到鬼庙发誓 好那我就问这一点 现在的说法就是 即便国民党的初选结束 但还有很多人继续在选 王金平继续走透透 郭台铭知道 到日本继续讲他的教育政策 对不对 所以都说这个 你们还在选啊 要不然你干嘛 讲那么多政策方面呢 我问一个最新的传言 就是台面下 运作的一个可能性好了 郭柯 你认为是真的 如传言所说 会有配的几率吗 我现在讲 就一个打游士来讲 犬战后脚已吹起 主角不止南核率 还有变数是柯批 如何变化废差矣 首先要看见 有门票的是谁 国民党有门票 是提名的拿嘛 民进党有门票吧 还有一个亲民党有门票 时代力量有门票啊 那时代力量是绝对不会给柯嘛 他说他不会给亲中国的人嘛 那这个假如时代力量再出来 那时代力量出来是真的 拉民进党的票 还是时代力量凸显 他是基督 然后这个国民党是集统 蔡英文变中间 所以这中间后面很多轨迹的 都会去那个的 还有如果真的是 韩国瑜如果说真的问心无愧 没事那就不怕 拼命打 如果有事你自己要考虑到 后面再出来的时候 这些立委怎么办 诸侯一崩落 那个孤军只有上吊的份 我以为你看 郭跟柯有可能吗 我觉得老大讲得很对啦 就是柯文哲很想选 可是不想掉到第三嘛 所以他最近就先把第二先 竟然能打就打 对对对 竟然这是 打到他是第二 他最近都拼命在骂我们 骂韩国瑜没有程度啊 说只能当北龙典主席 罵绿的凶一点 对 骂我们比较凶 因为我们执政嘛 那他就希望看这样摇一摇啊 看他民调会不会上升一点 还有他连署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连署大概28万多啦 不过我听说妙天跟亲民党会帮他啦 还有他有磕粉嘛 不过我觉得他也在跟郭台铭抛媚眼 有这个感觉 不过他已经公开讲了 他说你如果真的很想选 我就支持你啊 不过要能够赢啊 你在讲这话 不是跟老大很像吗 要能够赢啊 所以我是觉得郭台铭应该 也不会立即做决定啦 大概就是老大讲了说观望一个月 观望50天 50天啦 那个台面下啊 大家要瞧一瞧啊 就是中秋月明嘛 然后看他的民调 有没有机会到第二 因为坦白讲他如果一直是第三喔 他大部分是伤到蔡英文啦 那人家就会 我们这边我们就说 你就是出来搅局嘛 你就是要害死蔡英文了嘛 你这参选毫无正当性啊 你根本不会当选嘛 所以他也怕这种东西啦 有趣 未来我们的50天 好好做关注了 回来我们来聊的是 还包括了刚刚三位来宾 也提到了大陆的一个因素 我们回来聊解放军 又有军演要准备登场 马上回来 蔡总统出访 现在目前这个周末呢 人士在美国的丹佛 马上就要回台湾了 不过这十几点的情况之下 对岸的国防部 他们发布了一个讯息 要举办军演 地方是在东南海的沿岸 而且比较特殊的是 想请教赖教授 因为他过往的军演会提到说 他们的所有的军事演习 是不针对任何的特地目标 这一回这几个字是没有了 所以是有特地目标吗 我觉得这个是意义 比较大的地方是在于说 他没有宣布具体的演习的区域 例如说纬度他没有画出来 第二个具体的时间 还有第三个就是具体的军种 跟演习的科目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是例行性的军事演习 但是例行性的军事演习 一般来讲我们都会有 这个科子木都会通告 那一般来讲这一次完全没有 时间 地点 日期都没有 因为海域 它的东南演习是从福建 从这个江苏 浙江 福建到广东 这一整片海域 你在到底是在哪个区域 例如说在福建 还是在浙江 以前过往开记得 会发布讯息的时候 是会画出一个区块 也提醒当地的相关的船只 必须要避开 对 但是因为这是 这是没有任何的特意 这是没有 所以它没有空域的管制 没有海域的管制 没有具体的时间 然后也没有这个演习的科子木 这样的情形下 因为这段时间刚好就是蔡英文 准备要回来的时候 那当我们的国防部面对 大陆的这个国防部 它所公布的这些讯息的时候 那我们的国防部就必须要保护 我们的三天统帅的安全 那你要保护三天统帅的安全 可是具体对方的演习科目 又不了解 那你怎么去应应 那你怎么应应的时候 那我们的国防部就必须要 模拟各种可能性 例如说导弹的尸射 或者是这种整个空域之间的 空中的军演等等 那会不会干扰到 元首的飞机回来 的这样的一个路径中 都会不会成为什么 对不对 你要到底要去